身穿时尚的白色卫衣,帅气身蓝牛仔裤,脚踩一双干脸的户外短靴,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时尚可爱的奶奶已是82岁高龄。 近日,记者在甘肃兰州的商场里,见到了正在和孙女一起逛街的王民奶奶,一副可爱的黑矿眼镜,一头花白的卷发,两人手挽着手挑玩偶,悬彩妆,如同闺蜜一般。 孙女鲁玉希介绍说,奶奶身体一直很好,本身又爱玩,所以经常带着奶奶参加朋友的聚会,吃火锅,喝奶茶,逛街美甲追剧旅行。 这些都是奶奶的生活日常,她既有老年人身上的呆萌可爱,又有年轻人一样的巢裤打扮,身边的朋友也都换成了一批90后。 奶奶说,拥有一个好心态,是保持青春不老的秘诀。 不要太过意吵心,就是开心就好,我是那年轻就行了,我才38岁。 平时的话就是我带我奶奶基本上都是跟我周围的朋友玩的比较多,然后像现在年轻人比较去的像密室逃脱呀,然后包括游戏厅呀,然后KTV呀,酒吧呀这些地方我都带我奶奶去,而且带她去她心态也好很多,而且她现在的朋友也都是我周围的朋友,我觉得挺好。 鲁依西坦言,奶奶曾患过脑梗,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两年,奶奶的病情终于有所好转,直至成为了一个完全健康的年轻人。 孙女鲁依西和奶奶互称闺蜜,一起分享护肤,穿搭,一起追剧,还有说不完的悄悄话。 孟孟虽然跟我去过生活演艺劇,她像我的闺蜜一样,带我出火锅,跳蹦地,追剧,追剧,我就爱看电视。 就是现在我奶奶像今天她穿得比较休闲啊,然后如果说她穿得稍微女人一点的话,就是她会出门之前配好几遍视频,就是要搭配什么项链呀,什么耳环呀,什么戒指呀,她这些都要配套了,但是这样子。 如今,鲁依西将奶奶的生活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,每一条都是点赞无数。 现在王敏已是粉丝十万家的网红奶奶。 王敏奶奶说,新鲜事物很多,只要自己是喜欢的,想要尝试的,都会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孙女带着她去体验,不被年龄定义,舒服做自己。